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李晨分别之后 范冰冰则带着助理 坐车回家 聚心 自从范冰冰针线税务丑闻 隐居娱乐圈后 这次是二人的首度同框 作为曾经娱乐圈立于不白之地的画铁女王 范冰冰与税务风波 导致口袋受损严重 事业也不复保日 如今虽然在未付出 但是一举一动都在大众的视线下备受监督 而早前范冰冰与李晨两人恋情一直十分高调 去年李晨还曾为范冰冰准备了盛大的生育party 外界一度以为2018年会是两人的结婚写年 谁知天有不测风雨 因为一不守继二 导致范冰冰多年辛苦打下的事业江山顷刻倒塌 俗话说 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难领头各自肥 范冰冰与李晨两人曾是娱乐圈内恩爱的典范之一 事物风波之后那二人十分低调 李晨也不在网络上拼听秀爱 导致不少网友纷纷猜测两人之间是否已经结束 如今两人现象首都同框 不但打破了网友们的分手猜测 更是另不少网友表示两人是真爱没错了 一起约会的二人不但从戴情侣扣照 而且李晨临走之际 平平回头刺六不舍 范冰冰也心情颇好的拉着助理闲聊 可见两人感情深厚 并未一风波造成影响 不少网友表示 李晨作为男人 在这段恋情中实在有单单 但眼前范冰冰付出的那期也暂未解决 而范冰冰虽然暂时隐居于乐圈 但其线下也在针对范冰冰肖像权打官司维权 从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上公布的审判文书中 可以看到也有五起案件做出一审判决 这些案件都有赔偿要求 累计赔偿高达240万人 盘子哥想说 无论范冰冰今后打算以什么方式付出 但众的印象不是情侧间就能更改的 希望今后的范冰冰 能够做一个尊规手技的演员 以作品说话 这样观众才容易接受啊 范冰厌 范冰厌 词曲续